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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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周一 我是全新的秀 Anyways 今天我背着真的相当好 因为是 今天第一天回公司上班 然后其实我们 上海解冻之后差不多6月6号 开始就 大部分的公司感觉6月6号 就开始要 回去上班 然后我们公司的话 比较晚 就今天6月20号 开始 然后上班 不是每周每天都要去的 一周差不多去两天就可以 然后今天是第一天去 那今天的话 距离我上一次 回到公司上班 已经 适合了 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 我之前 今天也要正式上班 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个 所以说今天也是第一次 去到这个 去看看那边的情况 大家记录一下 我现在是往延长方向 差不多到了 对 差不多齐了 十几分钟 对 但是今天这两天上海 实在太热了 没齐齐天过 我觉得已经冲了 到公司了 从来没有在这边 上过一天半 终于要进来了 我进来了 然后因为我没有门进来 所以我现在要去办理一下 我进来了 哎 你好 我要办理一下那个门进卡 那现在要扫着吗 我吃饭了 我吃饭了 现在差不多是中午12点半左右 然后现在骑车准备回家吃饭了 超热的 我的36度有的体感温度 现在吃完饭我现在准备走了 差不多吃了很快就花了20分钟 吃完我看赶快回公司 买一份奶茶打包回公司 哈喽大家好我是达喵 那昨天是我第一天回公司上班 然后我昨天差不多6点多下班之后骑车回家 整个人真的是太累了 差不多90点钟就开始打哈欠 开始准备睡觉了 所以说经过这个两年多没有去office 真的不太适应 那要我选的话 我还是比较prefer 在家办公work from home 但是我好像没得选 所以说只能只能接受之后 一直要回office工作的这个 这个reality 不过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验 可以见到我之前一直是网友关系的同事 然后因为我那个公司地处来不是嘛 也就是市中心的一个地段 所以说我之后呢也准备可以到处 下班之后可以到处逛逛给大家看看 就这样啦拜拜